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黑鹰殉职将士攻击 社会各界追思 花莲新年早导会 牧者官员轻如家人 年节将到 全台各地送暖 纵诊报导 澳洲大火延烧 福音机构投入救援 空军编号933黑鹰直升机在这个月2号失事 造成参谋中障 沈一鸣在内的8名将士官身亡 这是我国有史以来最高军事将领罹难事件 国防部在14号上午举行殉职将士的宫殿典礼 让社会各界前往追思悼念 国防部在1月14日上午 于空军松山基地举行黑鹰殉职将士宫殿典礼 总统蔡英文也到场调宴 参谋总长沈一鸣等8名已故将士 并主持追班奖章 追进等仪式 以表彰殉职官兵对国家的贡献 现场有来自各界人士前往悼念 副总统陈建仁 前总统马英九都到场致意 而这起意外事故也引发诸多反思 当然心情非常的难过 那我也跟几位的家属也见了面 当然也用上帝的话语来安慰他们 我们求助来安慰他们的心 这次殉职的这些长官 还有这些跑者还没有信主 所以我觉得传福音非常的重要 因为真的我们不晓得明天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然而军人职业特殊 工作性质不易被理解 在信仰上也有其困难之处 军人工作经常就会熬夜 加班 牺牲剂 家庭时间 所以他的难处会在这里彰显出来 鼓励军人基督徒更多的为我们的国家来守望 为单位的任务来守望祷告 祝福我们的国家 祝福我们的单位 因为这是身为基督徒的本分跟职责 神在我们的人生的环境当中 有的时候可能是晴天 有的时候可能是蓝天 有的时候可能是阴雨 或者是乌云密布的日子 但是我觉得神有神的命令 神有神的旨意 所以我们就是过好每一天 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能够成为光 成为盐 能够为主做见证 愿逝者安息 生者平安 所有伤痛复原 盼望上帝的安慰领导 我们将永远追念黑鹰的将士 每个月花莲领导会 都会和花莲宪府团队 举办祈祷早餐会 在今年新春的聚集当中 一开始就送给官员一人一本圣经 期盼用上帝的话语 陪伴宪府团队迎接崭新的一年 接下来这则报导 您会看到他们亲如家人的互动 第一次学习看圣经 对花莲宪府团队是新鲜的体验 花莲领导会今年新春首场的祈祷早餐会 牧者官员们逼临而坐 互相熟络的就像一家人 这次聚集的主轴是从圣经当中 寻找新的盼望 在分享的时候呢 我们会分享到圣经 分享到神的话语 可是他们却从来没有翻过圣经 圣经对他们来说是很陌生的 所以我希望带他们多一点点认识 每一次的牧者的早餐会的备材都给我们很多光 很多的引领还很多的启发 尤其是其实县政府的事务非常非常的繁琐 而每一次我们都透过祈祷早餐会的分享 然后我们各个局处就有新的发想 每个月一次的相聚不仅仅是为县府施政祷告 也让每一位局处首长回应牧师的分享 会后更以小组的形式 让县府团队人员聊聊工作上的担忧 教会与县府团队间浓厚的家人氛围 充满在花莲县政府里头 冤民处的处长 那在去年呢 在办这个原住民这个活动的时候 那他真是很恐惧跟焦虑 但是也借由大家的一起祷告 后来他隔两天的活动办完之后 他很高兴跟我说 局长感谢你 因为他那天祷告完之后 他就有很大的平安 听到这些难处的时候 我们发现他们好像是我们的 我们所牧养的羊群一样 然后我们就会 我们就关心他 并且准确为他们祷告 这跟教会能够进入到 进入到这块土地上面 守望这个土地 是有很直接的连结的 过过每个月 持续性的为宪府团队守望 期待一起将花莲城市 建立在基督的磐石上 一年之际再于春 一日之际再于成 基督徒要如何迎接新的一年 我们采访到江子翠行道会 他们在年初都会有教会 密集的沉导 让职场的弟兄姐妹 在上班之前 也都能够到教会 一起参与祷告 天还没亮 陆续有两三百位弟兄姐妹 来到教会祷告灵修 新北市江子翠行道会 从1月6日起 展开为期14天的清晨祷告 加上网络直播 约有500人一起聚集 为一整年的敬虔生活 打下基础 我们希望在 每一年的年初的时候 让整个教会 重新聚焦在神的身上 那么当我们聚焦在神的身上 我想神自己会吸引我们 调望弟兄姊妹 他里面的对神的渴慕 对神的爱 以及对神的信心 14天的清晨祷告 好像去操练我们的 属灵的肌肉一样 到祷告会当中 好像我们进入到健身房 有很特殊的一种氛围 还有很多这个健身的器材 让我们密集的 规律的 而且比较这个重量级的一个训练 成跟灵修是老生常谈 但要在忙碌的都会生活中 养成稳定的灵修习惯挑战不小 14天成岛它也是帮助我们 回到一个纪律的生活 就也可以帮助我们在生活上的次序 可以回到一个正常的轨道 透过集体的力量 重新建立对神的信心 江子翠行道会15年来固定在年初和年中举办 帮助许多弟兄姐妹建立扎实的灵修生活 在这世界里面其实会发现说 我们常常在跟这个世界一直在拉扯 所以我觉得清晨祷告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 就是我们可以早晨清晋神 然后先充饱电 然后再到世界里面去放电 然后去做光作眼 透过长时间蹲马步操练基本功 基督徒的信仰自然有根有基 江子翠行道会近年来的扩展 其来有字 他们的经验值得参考 早起成岛的生活作息 确实是要克服身体上的软弱 在新的一年可以成为你我自我挑战而突破的事情 下个礼拜就是农历新年了 为了让街友们能够感受过年的氛围 基督教恩友中心特别邀请了 三百多位弱瓶朋友举行伴桌的活动 恩友中心推动扶贫事工已经有十七年 一起来认识他们是如何将福音带给有需要的人 农历年将近家家户户庆团圆 对弱势者来说却是难以体会的光景 延续十一年为无居者伴桌的基督教恩友中心 今年和九个福轮分社共同举办 寒冬送暖围炉活动 洗开三十桌温暖三百多位弱势朋友的心 在这个礼拜 在过年的时候是不是让丧兴或是业势的 站在之外有一段这样的温暖 来恩友教会真的很好 然后他们在共餐 然后那个就是东西很丰富 大家这样欢聚在一起都好 这样过年这样子这样很好 恩友中心在扶贫事工上升更十七年 服务范围包括公餐收容 贫户救济心灵重建和免费医疗等 去年共就寄了二十多万人次 帮助四万多户贫穷家庭 然而因财务问题及人力资源不足 恩友中心近年来也被迫减少服务站 从三十五处到目前全台共有十二个据点 其实这样的教会是很不容易维持的 因为这样的教会所帮助的朋友 其实他们并没有太多奉献的能力 就是因为他们还不认识神 行为上种种方向不是那么的OK 可是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他们更需要有福音传到他们里面 其中台北恩友中心因临近台北车站 多年来街友服务以累积固定能量 每天为一百多位街友提供两餐 也带领许多人认识基督信仰 甚至成为志工 帮助有相似经验的人 街头的日子并不好过 后来我进入了恩友教会 接触到上帝 上帝居然运营我 让我顺利找到工作 招待跟我一样 从前的我落难的时候的街友 就会想以前弟兄的种种情形 到现在整个生命的改变 生活的改变 然后就会很 我觉得那种喜乐是很难用 言语去分享的 听着这样的一份神的爱 我们所做的事情 把神祂自己荣耀了祂的名 没有人归入主名这样的 即使面对财务和人力匮乏 恩友中心仍向上帝献上感恩 也期待更多支持者 能一同参与这 施比受更有福的事工 接下来是由屏东基督教医院 发起的鸡汤送暖天使传爱活动 为了关怀独居老人 从民国92年100份鸡汤开始 到今年为止 已经送出超过25,000份的鸡汤 将这份关怀扩及到全屏东 而长辈们的笑容回应 就是送鸡汤再持续下去的动力 年节将近 由屏东县政府与屏东基督教医院 发起的鸡汤送暖天使传爱活动 已迈入第18年 今年预计发送近3000份鸡汤 要让独居长者过个好年 3000多位独居老人 不是一个小的树木 可是我们怎么去落实关心他们 让他们屡居在外县市的儿女 能够放心地说 让他的父母 让他的长辈可以安心在这个地方 安居 可以终老 可以乐老 这个是我们最大的安慰 天使传爱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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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汤宅配车队 在屏东县长的带领下出发 预计在五天内完成所有鸡汤配送 鸡汤送暖行动推行多年 以打出口碑 参与的职工及社会资源逐年增加 将这份关怀获及全屏东 有吃饭吗 有吃饭吗 有啦 有吃饭吗 我才会先倒到那里 最重要是这些 一年365天 不是只有今天送鸡汤 我们希望呢 透过这样的探视 仿视 能够了解独居长者 他的生活的需求 或是必须 我们在政策上 要去做调整 强化的 人们都在上海 很高兴啊 有鸡汤吃很高兴啊 不错啦 这冬天吃鸡汤多好啊 这都吃 有材料去烤的啊 即使天气不见得这么寒冷 但年绝问候的心意 却能穿透长者们的心坎 面对即将步入老年化的社会 对长者们的关心 需要更加被重视 或许有不少人听过 甚至参加过 1919爱走动单车环台 为即难家庭的募款行动 今年已经连续举办18年 这一趟有38位勇士 在15天当中的骑乘 经历过大雨 落山风 亲身体验 即难家庭的困难 继续18年 由基督教救助协会 与空中英语教室合办的 1919爱走动单车环台 为救助极难家庭募款 今年云月初 由38位勇士 勇15天踏遍138个乡镇 他们深入偏乡 探访各地服务站 亲身感受救助家庭的需要 另外同步骑航的幸福巴士 也满在祝福 为全台偏乡的弱势长者 提供易解 洗牙 口腔味道等身心服务 亲身感受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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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附属会会 在这边办法 那我们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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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样子 求助你帮助他 然后躺在病床上 他能够寻找你 看到一线的这些 在偏乡服务的 这些牧长们 每一次都是给我很深 很深的感动 因为有时候我们在我们自己的 服事范围里面 久了 我们会忘记说 其实上帝 祂的恩典是无处不在的 希望大家更加的 能够注意到 1919这个 极难救助这个计划 然后就像我们这次 slogan一样 给需要的人 口渴的人一杯凉水 在队伍中 来自香港的律师 Dermas 因为看到前几年 1919单身环台的纪录片 深受感动 于是带着一家四口参加 用身体力行 帮助济南家庭 其实1919就好像 变速器一样 它是在加快这些 济南的家庭 快速地站起来 让他们在站起来的过程当中 他们有机会 有一口喘息的机会 15天的环台之旅 勇士们透过影片 及日记 和大家分享心情点滴 第三次参与环台的出大性 虽然罹患鼻咽癌 原本认为自己 不可能完成环台挑战 却在路程中经历上帝 满满的恩典 给口渴的人一杯凉水 我发现我是普通的人 我给一些需要帮助给他凉水 上帝竟然给我终身的口水 这是很久很久 上帝给我恩等 我要荣耀上帝 阿赞路亚 基督教救助协会多年来 此时陪伴超过 一万三千多个疾难家庭 接着举办爱走动的活动 带着参加者 亲身探访全台各地的受助对象 让爱与祝福 传递到全台 每个最需要的角落 看完了前面几则 年前送暖的消息 我们还有其他地方 传回来的送暖行动的画面 一粒麦子基金会 在全台湾五个地方 举办围炉活动 邀请独居的长辈 吃团圆饭 陪同各地落势 还有行动不便的长辈 到超市采买年货 一起写春联 玩游戏 提前度过温馨的好年 南投普里基督教医院 也为病友和家属 举办欢乐庆团圆的活动 除了在医院吃团圆饭 还有各种趣味游戏 场面非常欢乐 镜头转向以色列 来自美国的家庭主妇 瑞尼·萨姆尔 怀抱着爱士兵的心 她开始做饼干 和马芬蛋糕等甜品 探访军人 成立了老妈的美味事工 瑞尼的爱心 不但让士兵们填饱肚子 更让他们感受到上帝的爱 看到这么多人 投入在社会关怀的事工 让我们感觉到 像冬天的太阳一样的温暖 接下来再来关心 澳洲的森林大火 火势延烧到现在 已经四个多月 萨玛利亚救援会到灾区 为房屋倒塌的灾民 重建家园 而最新的消息是 16号早上 雪离墨俄本等地 终于降下倾盆大雨 多处的丛林大火被熄灭 求助保守与世持续 野火能够早日扑灭 澳洲东岸持续遭野火肆虐 自2019年9月至今 已燃烧超过840万公顷土地 范围大于2.3个台湾面积 有超过2500处房屋焚毁 为协助当地居民重建家园 萨玛利亚救援会 深入灾情严重的新南威尔斯州 陪伴他们渡过难关 萨玛利亚救援会的志工 每天协助灾民清除瓦力和灰烬 移除倒下的树木 整理土地等等 他们也为灾民提供火灾救援包 里面有挖掘工具和防护用品 使重建的过程能更加顺利 虽然我们做了一个很小的工作 他们说 哇 现在感觉我现在感到更加控制 直到最近 我们就没有想到哪里去开始 像树 椅子 没有能够描述 我这么高的 humble 感到感到关系 通过所得知 我们别人想做这一切 这就是一件开始 我现在完成的 我们能够变成灰芽 将让我们为行动 继续 这场惨烈的澳洲野火 让许多消防队员筋疲力竭 在南威尔斯有一位牧师 自愿到前线担任消防队员 同时也分享他的基督信仰 而当地的教会也联合起来祷告 祈祷民众能够在危机当中 更多地认识耶稣基督 在澳洲新南威尔斯 严重的野火灾害中 一位教会牧师志愿上前线 加入协助灭火救灾的志工行列 詹贝鲁胜工会乔迪迈克尼尔牧师 除了加入当地的灭火团队 保护社区的人民和财产 他也在排班时呼吁当地民众 在这次危机中团结起来祷告 我们的社会是一个很大的地方 我们只是祈祷这些热烈的热 你可能会看到我 会继续增加一大量 所以祂可以继续拯救灭火灾害 迈克尼尔牧师回到教会后告诉记者 这个志工角色带来了许多分享基督信仰的机会 当人们的计划和我说的自己的财围 我常常说他们会与他们 有些人在教堂前來 不再說 這次是很好的 祈禱在這時期的恐怖和問題 知道祂是聖誠和幸福 甚至在這個火 麥克尼爾牧師也建議人們 為澳洲祷告的方向 最重要的是 在疫情中 人們會知道神的 我們希望人們 能夠保持人們 和他們的苦 而我們希望神 能夠帶來我們的土地 博士盼望這場危機 能引導人們思考永恆的事實 希望人們不只為防止火災做好準備 也為進入天堂做好準備 歷史悠久 三年一次的美東華人拆船大會 去年底在華府舉行 今年的主題是 在喚醒華人對全球30億 未曾聽聞福音者的負擔 還有跨世代的傳承 也是今年的重點 12月27到31日 在美國東部馬里蘭州的 巴爾地摩會議中心 舉行了2019美東華人拆船大會 有近三千位弟兄姐妹與會 自1983年 第一屆華人拆船大會 在華府舉行 這已經是美東所舉辦的 第十二屆 今年邀請到的主要講員有 Paul Asherman David Platt 陳維恩牧師 馮永良牧師 劉船張牧師 陶恩光牧師 張露家牧師 及鄭培芬博士等 並有多位傳道人來分享 同時也請到 原從台灣來的天運師班 帶領敬拜 今年大會的主題為 不如使命 破解其出 破解其出 同誦主榮 因神已經把華人 放在一個獨特的位置 教會和基督徒們 有機會為神的國度 成為一股崭新的宣教主力 為基督贏得這世界 做出努力與貢獻 為期五天的大會 深入探討菲利比書 藉此尋求神 及如何不如他 所托付我們的使命 多年來在大會中 已經有超過五千位 弟兄姐妹公開承諾 採取行動 為了神在全地的榮耀 破解而出 插船大會最主要的目的 是要能夠動員華人 教會在北美 能夠被興起 成為上帝神國宣教的動力軍 在普世宣教當中 來扮演一個 具足輕重的角色 當今世界上 仍有多達三十億人 未曾聽聞福音 這是拆船大會所看重的 今年更特別專注於 這些福音未得之民 呼召願意到 還沒有管道 可以聽聞福音的地區 去宣教的人 願意全職侍奉 並建立以大使命 為導向的教會 以及願意在職場 成為神見證人的弟兄姐妹 除此之外 跨代傳承 也是今年的重點 鼓勵華人父母們 願意培育下一代 成為神手中的器皿 為神而用 使華人為了上帝 在全地的榮耀 破茧其出 在台灣有 將近三十萬的 印尼移工 他們有一些 在台灣 接觸福音之後 回到故鄉 也希望繼續 在竹裏面被造就 有一間 從印尼 華僑夫婦 建立的教會 就在服務這些 弟兄姐妹 印尼人口 印尼人口中 有一億九千萬的穆斯林 佔總人口數的85% 是全世界穆斯林人口數最多的國家 在這個傳福音資源有限的國家 位於雅加達 有一間由印尼華僑夫婦 以及來台信主的印尼移工 所建立的出埃及靈陽堂 正在歡慶建堂六周年 我們每次上台講道的時候 下面就有不到十個人的時候 我們在想 人到底在哪裡 我們到底要向誰傳福音 到底要從何開始 就不知道 完全是不知道 起初開拓的時候 我們這邊 大概有十個同工 跟我們在一起 那這個十位同工 其實他們早期都是從台灣回來的 就是以前我們在印尼牧區的 隨著受洗的人數與會友不斷增加 六年間已經換了三個會堂 同時榮發牧師也與好友 亞伯尼哥牧師聯手 開始在印尼的東部 天主教徒以及基督徒比例 極高的美納多 開設幫助弱勢孩童的收容所 那我們就 這邊就是他們住的地方 禮拜天就是教會 然後這就是 男生住的房間 那 那 有什麼東西 耶 耶 這就是我們受人的男生 這是 女生的 OK 女生的 因為小孩子越來越多 所以 我們從今年開始 架蓋了兩個房間 可以容納更多 大概十到十二位的小孩 探訪關懷孩子的家庭也是牧師固定的行程 但是路途艱辛 有些地方甚至要拉繩索來渡河 才能夠抵達探訪弱勢的家庭裡 但是也透過了探訪 讓他們知道神的愛並沒有遺忘他們 好那我們現在要用這個小的東西叫什麼 就要過去對面 他們現在住的地方也是跟別人借的 其實不是他們自己的土地 所以可以想像到他們的生活有多麼的困難 在首都雅加達也有一群這樣弱勢的孩子們 需要有這樣的機會來翻轉生命 上帝也透過了出埃及靈良堂 看見了他們 後來在雅加達這邊 我們的主日學來了一些小朋友 當我們去他們家拜訪的時候 我們很驚訝看到他們住的環境 吸毒的也有 飄激的也有 第一次來的時候有一點嚇到 對 甚至我到這個 其中一個小男生的家 就是他是住在垃圾堆上面 所以我們才決定要收容他們的小孩 我們也掙扎了很久 因為相對雅加達的費用 學費都很高 在雅加達養一個小孩 等於可以在美娜多養三十個小孩 可是我覺得到現在 我們真的不後悔 在雅加達可以祝福這些小孩們 回首這六年來教會穩定的成長 最大的恩典就是上帝拆派了一群 對印尼事工有負擔熱情的夥伴一起努力 因為在那時候 我20年後 神指向我去台灣 我去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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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我休息 我跟人說 他在學校 我從雅加達人 我從雅加達人 但在那時候 我去台灣 我去台灣 去台灣 去台灣 所以從那時候 我決定 我去台灣 我去台灣 在印尼牧區服侍 然後看到他們 一路的成長 然後生命的改變 但是 到最後 其實他們大部分 都必須回去印尼 我覺得 神真的是有更高 更美好的旨意 就是這些人 其實他們回去 才真正能夠發揮 其實神對他們的呼召 在台灣 有近三十萬的印尼移工 一份真心的關懷 他們就有機會 能夠認識耶穌 成為你我的家人 甚至成為一顆福音的種子 回到他的故鄉 成為轉化的力量 感謝主福音 在台灣撒總教館 上帝也會讓工人 在下一個合唱 豐盛收割 除了鎖定Good TV頻道之外 也歡迎您在網路上 關注好消息 國度報導 Facebook Instagram Twitter 以及訂閱Good TV News YouTube頻道 謝謝您的收看 上帝師父您 我們下週見 我們下週見 開設